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又新进了一款网红产品 这款产品的名字非常的哇塞 叫做带电的矿泉水 那么顾名思义就这个矿泉水 带电 当然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信的 其实我也不信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就这个带电的矿泉水 不过它这里好像没写 全部都是英文 不过它就是叫带电的矿泉水 原厂国塞尔维亚共和国 那现在我们就来尝一下 我们先倒一点在手上试一下 万一真的有电的话 就不喝了吧 试一下啊 诶没电啊 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 搁一下 就是那种静电声音 不过不是很痛啊 就有点像小时候那小麦布 有卖到五毛钱的 然后有一根电线 然后就摁一下 它就有那一点点静电的那种感觉 哇真的有电了 要不然还是不喝了吧 38块钱买了 还要爱电 糖一下好吧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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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真的要尝一下 38块钱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刚喝太快了 好像是没有电到 不过它这个水的味道 不是 它这个水就是水的味道 没有一点特别的 就像我们去花两块钱 买一瓶农夫三卷和一宝 味道一模一样 而且它这个电也就是刚开始打开的时候 第一下是有电的 然后后面几乎都是没有电的 喝的就是水的味道 哦不对 还有钱的味道 不过也不知道它这水为什么会带电 反正它的电就像我们穿毛衣的那种静电 几乎是没什么感觉 只是会被吓到而已 OK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瓶带电矿的水值不值得买呢 值得买个屁 38块钱一瓶 38哦 38你可以买一箱一包 为什么要买这种水呢 啊 它卖的贵不说 味道也没有什么特别了 除了有带电 不过它卖的也是那种新奇吧 就感觉这矿年水带电 好神奇哦 不过就太贵了 38块钱买一瓶水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